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新一集的天下正經 有我Cyrus 有我Terry 今天呢 今天想說什麼話題 今次就說回高達 講到高達這件事 大家應該不能連意都要看高達 其實大波有可能有沒有大家想過 高達為何會有戰爭 其實最重要是 現在看高達的話 基隆戰士高達是很多香港或者很多亞洲的男人 只是男人比較浪漫 對 浪漫一樣 但你先說回歷史 因為我看高達是之前 或者我老過你 是無線 星期六早上 八點幾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是八點幾早上做第一代阿寶和阿珊的機動知識高達 其實是最早看的了 OK 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最記得是 我電視還在我爸爸的房間裡 早上進去吵醒我爸爸 開電視看的 他被他罵的 大佬 看高達也被老爸罵的 大佬 所以今集就看到我們的setting 就說這個基隆戰士高達 高達通常都練過戰爭 由高達零八七開始年代 一直都不停地打仗 其實為什麼會打仗 戰陰在哪裡 因為你看回第一代高達 那一年戰爭 主要發生的一年戰爭 為什麼會有一年戰爭呢 為什麼無情情好地地會打仗 為什麼會有出兵器等等 而且你在高達裡面 一開始就有馬沙 和很多智慧裡面的management 很多高層的 你不知道那些人會怎麼出來 為什麼會這樣 你發現原來一年戰爭 原來馬沙和智慧的高層是不同的 他不是他直系的 他不是直系management 很久之前 你可能知道龍仙文之前 那時候說他沒有交代這麼多東西 然後出了這個新的 叫The Origin 交代一下為什麼會有一年戰爭 和馬山背景 其實一年戰爭 這個Gundam Origin 當初是安嚴良和畫了漫畫 畫了漫畫 這個漫畫是由2001年至2011年 即是出了十年的漫畫 這個漫畫主要就是這裏看給我 其實都是套用一年戰爭 由阿寶開始 遇到其他隊員 遇到馬沙 一路這樣講下去 講到最後當然就是和馬沙決戰 但是中間發生很多事 因為漫畫裡面逐間有發生 故事的 從頭到尾都是差不多 跟電視片一樣的 但是中間有很多倒序的情節 後來就套出來拍了動畫 動畫是由2016年開始的 而開始拍到現在的 這個動畫是拍一至六集的 日本仔就拍每年 差不多一年就出一集 現在出到第五集了 你看了 你看了那個是怎樣 那集反而是整體來說 至少叫他交代一下 為何會有自戶和聯邦 因為這件事情 你只要看高達 你是知道有自戶和聯邦 為何會出來 是兩個幫助大家 自戶是怎樣出來的呢 對 很多人看《任何力不倫》 你看《Wingland》 他沒有提到這些 沒有說的 差不多是故事獨立的 即使是獨立的 你也知道是 握高達的就是聯邦 握高達就是自戶 這是很印象深 為什麼兩批人會打架 不是 握聯邦 一定是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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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反派 高達就是正派 對 為什麼會兩派打架 有正派和反派之間 那就是說回 第一 原來 百多年代 日本人真的很厲害 即是說 是獨立自決的先鋒 對不對 所以這個Origin 就是交代 整個 不論是獨立 高達也好 交代 最原本的 最開始 就是Origin 一年自身 之後 自會出來 為什麼會產生 導火線 會引向一年自身 然後 再引向 之後 影響到 打後 握古 就是 打後 其實你剛才說的 就是Gundam Origin 所說的 動畫 其實最主要就是 說回 智慧怎麼出來 他獨立自決 怎麼出來 聯邦 還有 智慧裡面 有內部的鬥爭 還有 說回 瑪莎 他的歷程 還有 說回 薩比家族 就是這個 如果沒有這個家族 其實應該是 不會有 高達 但其實 有沒有 你剛才說 因為 這個 Mobo suit 應該只是用來做 建立 不會用來打出來 Mobo suit 只是做建築用途 所以 其實 說回來 這個 這個 大家看清楚 這個 是 老爸 他的老爸 入面有五個子女 五個 五個兒子 五個子女 這個就是大兒子 但很明顯你看到這個是少了一個人 二仔在《Gundam Origin》裏面 有提到就是 出來兩集 一集 出來一集之後就馬上收空 他自己 習比家族都在內部鬥爭 在自相殘殺 所以這套戲 最喜歡說《Gundam Origin》這個 這個故事性是強過打的 你看看 不會像以前的《Gundam》 打死的 因為他要交代馬沙 還有他講內部鬥爭 這個就是大兒子 最尖的歌 最尖的歌 其實最尖的歌 可能是他爸爸 大兒子都會聽到他爸爸說 不過他爸爸其他一次 沒什麼怎樣做的事 他爸爸是純粹為了跟他對唐加拉爾加鬥爭 由頭到尾做任何奸戒 即是他爸爸鬥爭完就下班了 其他事情就交給那些女兒做 大兒子大了一些飲食 然後就給兄弟姐妹搞定他 是的 大兒子後來鬥爭二哥 二哥就不在 因為二哥已經死了 第一集已經死了 第一集死了 第一集就被妹妹和哥放炸彈 在汽車炸彈炸死了 大兒子叫四妹 放炸彈炸彈炸二哥 但是很不幸呢 三仔都在裡面 三仔在裡面 又沒有死 三仔很大 所以命硬一點 所以變成三仔 這個三仔 這個就是 三仔他後期也做了校長 四妹 最後就是五弟 五弟就是最小 拉制花花公子那些 不是花花公子那些 不是花花公子那些 少爺仔 就是少爺仔 OK 那就是講回這個 這個薩比家族 但是你說回 其實薩比家族 他不是智戶的始創人 是不是 智戶的始創人 應該是馬生的老爸 其實應該在宇宙000068年 在左墓自治共和國裡面 吉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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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坤 哎 就是 代坤 çu 這名人 m 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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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提倡治戶獨立的 因為在議會上突然之間心臟病發死了 其實有很多人 因為薩比家族就直接把矛頭指向拉儀 就說他是寸同聯邦軍殺了 暗殺他 即是馬殺的老爸 但實際上是薩比家族的老爸的薩比甘壁 就想殺了他 其實是毒殺他喝了什麼 還是毒殺令他心臟病 都是他喝杯水 然後令他心臟水潔 其實從頭到尾他們都是想謀辭三位 是想謀辭三位 即是宣佈獨立這個想法 就是馬殺的老爸 他的家庭說出來的 然後薩比家族就殺出來謀召三位 然後正式成立治戶國 但是講治戶這個想法 一定是馬殺的老爸 之後就發生了很多事情 他老爸死了 因為為了要兩幫派家族 薩比家族 但是現在 拉儀家族為了要 類似三國治裡面的 天子還是諸侯 就是這樣 是 想拉馬殺他一家 想收他做為孤 就是想做軟禁等等 這場就變成爭奪 政治鬥爭 政治鬥爭 然後因為馬殺的家族 因為他不想捲入這個戰爭 所以後來他提到 他要逃離地球 不是 逃離靖民星 逃落地球 是謹性賣名的 其實已經被人放逐了 又被人放逐 因為他不受聽過 因為他有一幕 在第一集他的音樂 他就說 阿四妹 即是薩比家族的四妹 就是這個 那女兒 本來想見馬殺的家人 馬殺就走出去 想和那女兒自己談 那時候馬殺已經很小 很小 十多歲 但你開始看到馬殺已經很堅強 對 因為沒有辦法 那全家只有他一顆子 那他父親就死亡 那他就沒有辦法 他就不堅強 他妹妹就 你懂嗎 那妹妹就沒有辦法 然後呢 那四妹就覺得 馬殺應該不受他的肢帝 唯有要趕他到地球 放逐他 是 因為如果他當初肯聽他的肢帝 那馬殺可能肯直民星路 繼續轉 就做了一個幕後傀儡 因為馬殺不聽話 那就沒有辦法 他放了一個追殺經 剛剛你講的直民星 其實日本人真的很厲害 80年代 真的說直民星的idea 你有沒有看過 之前那部電影 叫做Interstellar 就是星際啟示錄 我明白 那部電影 那部電影 Christopher Nolan 也是說這個 又是人造衛星 又是跟高達裡面的人造星一樣 但日本人已經80年代 已經說這件事 其實不是因為他抽到日本人 對 這是很難的說 對 OK 之後就講了 陀螺地球 隱姓萬明 隱姓萬明 叫愛德華馬斯 隱姓萬明是因為被另一個收養了 被人收養了 被馬斯家族 被 肥肥的肥肥的肥肥的肥肥 然後去到動畫上的第三集 也就是講到後期 馬莎第一次出賣 人性格第一次變 就是在第三集 就講到 因為馬莎 其實 《Gundam Origin》這個動畫 就講到 真正的馬莎已經死了 所以這就是 第三集 他的名字就是 《破耀起義》 就是 馬莎為何用了他的朋友的名字 就是 他們兩個去機場 那他的朋友就是 他入軍校的 但是你說這件事就是 馬莎為何他會這樣頂包呢 因為 同樣的樣子 馬莎 就是 一樣的人 即是 他 即是 同樣的那個才是馬莎 他用他的名字 真正的馬莎 不是馬莎 是另一個名字 叫什麼名字 原本就叫 卡爾巴爾 是的 卡巴爾 卡巴爾 原名就叫卡巴爾 更換原名 卡巴爾就遇見了馬莎 因為逃離地頭的關係 馬莎的家人收養了 然後馬莎 馬莎是同樣的 馬莎是同樣的 然後馬莎這麼幸運 馬莎這麼幸運 進入第一屆軍校讀書 即是同樣的 馬莎是同樣的 然後馬莎是同樣的 然後你說的 然後 在機場上 卡巴爾就很認真 就知道 四妹找人到機場 而 真正的馬莎 因為 行李出了問題 所以 所以 過不了關 即是進不了海關位 他會趕著 乘飛機 然後 叫他和真正的馬莎 一起進去廁所 在那一刻 調包 然後 馬莎相機 然後 馬莎相機 然後 夾飛機就爆炸 薩比加族 以為殺死了 卡巴爾 然後 真正的卡巴爾 調到假的馬莎 用他的身份 就走了 即是 其實薩比加族 就想 這個馬莎 即是 這個馬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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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剛好 他遇到馬莎 所以 被馬莎 在廁所裏 頂包 其實 應該是 海關 其實 因為 卡巴爾 是主動 跟真正的馬莎 一起去試探 即是 兩人一起去試探 是 而 荷蘭 其實是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在哪裏打火 所以就調換了身份 然後 很不幸運的人 就上了飛船 然後 薩比加族 就這樣以為 卡巴爾 就死了 然後 後期 假的馬莎 就先借他的名字 入學讀書 入軍校 入軍校讀書 入軍校讀書 裡面 有一條小狗 有一個軍校 因為 他入軍校 其實 整個軍校 即是 那個軍校校長 就是 三哥 三哥 但是 整個軍校 那麼多的隊員 in charge 就是馬莎 但是 他要馬著 這個拉仔 薩比加族的拉仔 因為馬莎 他不可以太過出風頭 是的 但是他也知道 拉仔 其實是這個廢柴 是的 只不過馬莎 是利用他 對 以大義之名 就推他上位 實際也是玩過祭旗的 是的 那麼就說回 後來有一段 就說 其中一個隊員 就發覺有些不妥 就揭露了真正的身份 那個 其實是馬莎 他後來施大人就說 誰知道馬莎 其實馬莎 就說 其實馬莎 扮他 其實馬莎 就扮他 你講吧 其實那個隊員 又是甚麼 他又是認識馬莎 又是認識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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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在校園生活 其中一段時間 他就發覺馬莎 有點不同 因為他只要熟識馬莎 是沒有那麼好運動 細胞和沒有那麼聰明 還有 眼罩的問題 好像他發現了 除了眼罩 他看到一個有問題 是眼 因為 不應該是那隻眼 不是藍色眼 是 所以 其實 後來就說馬莎 為甚麼會戴眼罩 是 給傻仔送給他的 眼神獻欽勤 這些就是拆錯鞋 都說了 跟傻仔送給他的眼罩 你知道嗎 跟香港馬林仔一樣 拆錯鞋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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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就是他心裡說 為甚麼會戴眼罩 然後 打眼罩 然後 後來被人 馬莎 即是假的馬莎 都用卡牌來講 他為了 不想被人知道 身份被人結出 然後 借助響了一次 這件事也是 一年戰爭的導火線原因 就是 響了一次 聯邦軍的飛船 強行性入境 剛好 有另一艘民用的飛船 想出境 然後 聯邦軍就隔離 要他離開 大家 發生意外 不知道 聯邦軍就失控 撞到飛船上 這個是不是 所以是導火線 這個導火線 就是 激起民怨 民怨之後 一群學生 一群學生 沒有一群是聯邦軍的人 全部都是靜民的 然後 大家都不妥了 要起義 然後 大家 可能沒有刻意 認真想搞革命 是馬莎走出來 馬莎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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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軍廳來的,很早就很廢 即是給警察用,維維持治安那些 他第一次駕駛駛駛,因為要逃離 審術要坐駛駛駛駛 後期延後,後期到馬塞大國 中間亦發生了三弟做校長 同時,師弟和幾個科學家開發 即是薩比嘉祖的大佬 研發工程用的手機 然後他發現可以自行駕駛,有軍事用途 然後開始產生高達的手機 他工程用的手機和機動電視都很抽得 所以他可能是聯邦軍首先發明這個機動戰士高達的 但是後來也是致護他發揚光大 那裏為何會有招股出來 為何會有招股出來 然後再說是RX782 因為阿寶出來了,阿寶的父親 由同學科學家開發揚光大 然後再推翻一年戰爭的位置 剛才不是說什麼? 一班學生是起義的 馬沙負責做軍事 對,之前學校有一場演習戰 又是聯邦軍演習 他那時候出來的成績已經很一流 因為他有背影的背影 所以他這次搞起義的時候 大家都相信他 即是他設了一個好例 即是他覺得他是可以坐下頭的 坐下頭 然後 就因為這場起義 那場戲還要是夜閘的 半夜偷閘 對,半夜偷閘 但是駕駛的那些是裝甲車 那些是裝甲車 其實裝甲車去到遠地 實質是打,其實他真的在肉體上 摸著兩個飛人氣的行動 都可以打到整批聯邦軍 聯邦軍那時候睡覺 就算聯邦軍不用睡覺 也是很難肉雞 但是世界一間會說 所以經過這場起義之後 聯邦軍徹底大排 也造就了自護軍的名氣 同時在間接上 本來校長是反對 三仔 不讓學生出來的 因為他裡面有拉仔 他不知道是拉仔裡面 但是不知道這場起義是拉仔有反 對,不知道是拉仔有反 他覺得 他太疼他弟弟 對 後期戰爭完了之後 本來他可能想炸怪瑪莎 然後瑪莎將個球 一下子就射給拉仔 對 瑪莎真的很聰明 沒辦法 他這麼小的時候 他也會經歷過被人追殺 人間不行 但是薩比家族都說 沒有所謂 反正我們都反他 你推一推 那時候就說 我的兒子 拉仔醒了 薩比家族的名字 有響氣 沒有所謂 這位是拉仔起黨的 表面拉仔起黨 實質是馬莎仔開始起立 也造就了這個世界的齒輪 為什麼會影響後來 一連戰爭 對 後來會看到阿寶出來 阿寶也不是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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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主角都是馬莎姐和薩比家族 他也是說回阿寶 馬莎由他的由來 他的家族和薩比家族的鬥爭 還說回馬莎 他如何由第一天開始 變成一個很強勁的駕駛員和戰士 但是就說回 話說回來 你那些機動戰士 真的 治護軍真的做得很好 跟著還有呢 治護軍和聯邦軍的那些戰艦 真是很弱雞的 隨便一個駕駛一出 可以送下整隊戰艦 整隊戰艦 你也證明了 通常政壞軍比較廢 沒有理由 你的戰艦那些裝甲 是不是比較厚一點呢 你叫一槍 因為聯邦軍 如果你再看這些 叫做正規或是自大 因為他都很大口氣 然後聯邦軍那些 治護那些其實是被人欺壓 你欺壓的時候 人心會有一個反抗性 想做一些好事 就撥低對方 所以為什麼出來駕駛 永遠都很厲害 拉仔 拉仔 拉仔出來也是這樣做的樣子 後來 其實他裡面 這個 《Gundam Origin》 這個動畫 裡面會出了很多 以前一年戰爭 在無線做的 機動戰士高達 外面有很多個角色 例如大家很熟悉的黑色三明星 黑色三明星就是 那三個很厲害的 駕駛員 智會駕駛員 一年戰爭裏面 是駕大摩的 那三個很厲害的大摩 但是這部電影也有說的 裡面的動畫也有說 就是說 暗地裡想和馬沙有些鬥爭 就說 馬沙覺得他的機動戰士 性能已經可以最推高一點 對 可以最推高 我也是在後期說的 後期那裡 其實都 在動畫裡面有提過 是 他就是嫌那部機體不夠快 為什麼他跟那部閉鏡來說 為什麼你搞得這麼慢 我不要搞這麼慢 推高一點 麻煩 亦都做了為什麼 馬沙有紅色瑞星 出了名 因為他自己的性格又是什麼 他要不斷向上下 所以他克服了這個 其實科學家都說了 都說了 普渣古太快 人體是受不了 受不了 但他沒問題 他沒問題 他強制性受 所以 做了他這個性格 因為他的性格 做了他這個名氣 其實說回 他裏面有很多不同的性格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就是裏面 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拉爾家族的大子 是拉爾家族的大子 是拉爾家族的大子 他是幫了馬沙的 他幫了馬沙之外 還在最後那裏 我稍後會再說 就是 最後第五集 我們剛剛再看第五集 趙軍就把人造衛星殖民星 推到地球 但是在動物裏面 他是反對的 他是覺得這個不人道 是不人道 但是我們殺給家族 沒有辦法 他是要強行 殺給家族的拳頭大一點 沒有辦法 他一定會聽他說 因為他在那裏 已經是第一集 就是馬沙投落地球之後 他為了要生存 沒有辦法 要強行聽殺給家族的說 是是是是 即是他裡面 殺給家族已經全面接管了 他沒有辦法 他要委曲求全 一定要聽他說 但是中間有些事情 他都很不公平的 沒有辦法 但是他這個 他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 他這個 他在裏面 握的MS 那個機動戰士 是握老虎 也是很型的 所以大家可能 看開機動戰士高達 但是大家也覺得 智慧那邊的機動是更型的 後來講第四、第五集 他開始把人造衛星炒落地球 第五集就說 人造衛星炒落地球 第四集就交代了阿寶出來 第五集就說 人造衛星炒落地球 即是他會交代了如何把人造衛星炒落地球 他特地做了一場假幕 他經常叫所有靜民星人進入房東 就說是人家打過來 靜民星上面不是有些玻璃嗎? 他要封住他 不讓他在外面 他又有些什麼鬼惹了 就封住他 就在客廳 騙他們 然後市民就進入房東 然後就放毒血殺他們 太過激烈了 所以整個層體就連人造衛星撞到地上 但是人造衛星是怎樣去到地球呢? 他要在中間加很多推進器 大型的推進器在這裡做很多 然後推進器就這樣下去 他這個是說 他想把波子射給聯邦軍 聯邦軍要殺殖民衛星 所以破壞殖民衛星 然後殖民衛星撞到地上 即是他覺得聯邦軍都想摧毀我們殖民衛星 那我現在這件事就和你肉食俱焚 其實他把他自己殺殖人 殺了整個地上殖民衛星 然後把波子射給聯邦軍 然後做一年戰爭 其實再說回日本人 即是說自戶獨立先驅 香港經常說什麼獨立、自決的東西 80年代 日本人就已經說這件事了 這件事都有分裂的 80年代日本人經過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他們本身的民族心夠強 不像香港的那些 香港真的有一盆散散布 香港沒有民族心 沒有 大家都覺得你死你死的那些 即是大家太養尊處憂了 所以你要獨立 你要搞任何什麼 你要搞任何革命 你都要聰明看民族性夠強 你搞獨立、民族性這件事 你一定要流血的 你也不敢流血 你看智慧雖然他是奸 但是他真的是獨立 還有他有決心 還有他那些人全部都有決心 有質素 你那些駕駛員 駕駛的那些智慧 那些MX都很厲害 你看看聯邦軍那些 屬於捱打 這個其實也反映了一個現實 就是你打仗、你戰爭 你不能挑起任何戰爭 你一定有流血時間 你不會有和平戰爭 你要達到一個 因為聯邦軍想統治 自戶、自戶 也想統治聯邦 自戶是想出來 大家都想統治整個地球 你一定要有流血事件 你要做和 你沒有流血事件 你要反的話 就一定有流血 你不是很像香港的泛民那樣 你很理性地反他 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你是不是當他唱歌仔 對 所以變了 其實這個 真是 其實這個 topic 自戶、獨立、自決 真的可以 在天下正經下一集 又可以說 這是很深刻的理論 應該整個高達系列 它裏面說的任何戰爭 對現實世界影響 其實都很有用 其實整套高達是包含 政治理念其實很重 你真的撇除打罪 他真的說 人與人之間 平等 獨立 反抗 迫害 這是很重 政治理念 如果你真的說 拓落現實真的很有用 如果你想做任何革命家 如果你想做任何革命家 就麻煩你搞定這套理論 或者你看看 Gundam Origin 這個動畫 都可以領暖一點 其實說回機動戰士 那麼多年以來 80年代 90年代 到現在 你覺得 哪一個機動戰士 或者高達 或者拿股 你最喜歡哪一個 你最喜歡哪一個 哪一個 如果說高達 是Gundam Seed 那個系列 Gundam Seed 即是 Strike Freedom OK 你覺得後期一點 後期一點 我喜歡他 其實不是什麼 因為他的故事性 他有說 也就是 他的反派 他不是叫自虎 就叫 嗯 叫 什麼鬼 雷亞自虎 我知道 你說誰 他是另一個反派 聯邦軍 又是說 聯邦軍 然後是說 中間第三個國家 那個國家是 其實中立線 因為他又不想得罪兩邊的時候 他的故事是說 兩邊同樣想吃掉那個國家 嗯 那國家要反抗給兩邊吃 都同時間 你說這個好像 所謂是獨立一點 跟本身那個自虎 聯邦那個是 脫離一點點的 有一點脫離 但他本身是 類似自虎 類似自虎的軍 亦都是因為 反抗聯邦軍 要想獨立 嗯 因為他是說 宇宙人 和地球人 因為他分了兩批 叫 Coordinator 類似是 改造人 那些是反抗 類似自虎 類似自虎 因為那些人想獨立 然後地球那些 叫 聯邦軍 兩幫人 剛才你說什麼人 剛剛記得 Gundam 我們經常說 那些 鴨堡 和馬山 都是新類型人 新類型人 對 因為可能你宇宙上 適應了宇宙之後 你的身體會有些經驗 那就出了新人去 但是 雖然你說 智庫 智庫 那些 機動戰士 比聯邦厲害 但是 每天有什麼 出高達 高達 鴨堡的衣槍 是激光槍 一上去就即死 但是 你看 鴨堡的衣槍 是機動戰士 完全不同 那 既然 聯邦軍見到 鴨堡的衣槍 他們當然 要出一個更加好的 對 所以 阿寶的老爸 後來研發了 這個 機動戰士高達 OK 那個 RX-78 也是 我 那麼多的高達 最喜歡 或者這個 或者這個 這個 這個 不是 這個是馬沙之反擊 是八九十年代 出的這個動畫 我記得當時好像是戲院看 香港 我忘記了 或者觀眾可以跟進我 但是這個也很厲害 它說它背後的裝甲是導彈來的 可以升上去 然後再射出去 它好像可以做防衛盾 好像是防衛盾 對 很厲害 你也知道三個聯邦軍可以做了三個追體的防衛盾 是的 還有這個 這個最不同的 這個電影就是 說回 後來那個人族衛星炒落地球的時候 後來可能智惡 裡面的那些 渣顧都覺得很後悔這件事 雖然智惡的渣顧和聯邦軍的吉姆一起 就 推上去 推上去 你有看 我打過 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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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停截 有 因為 有一個遊戲叫《驚人大戰》 它有這部分 即是那個人族衛星炒落地球 在那個 他有一個較大的炒落地球 在那個 在那個 未炒之前 大家在這裡推上去 令他發揮 我玩的時候他沒有 但他只會鑿地球 玩就是 你贏了 你要殺了對方的大哥 然後你就 可以Pass了那關 這樣就沒有炒地球 如果 我Mission fail的話 他就想說 那個火星 那個靜民精炒落地球 所以 說實話 Gundam 那麼多年 日本製作出了很多遊戲 那也會賺錢 對 你只是那些模型 Bagger都賺了 你說了 Gundam Origin 這個 他出了很多 他現在也出了很多 因為 你第一代 高達就是他 你很多的基礎 由他發展 開始 我最喜歡 就是 RX38 但是如果 照君來說 我最喜歡 是老虎 老虎 有條鞭走出來 有條鞭走出來 這裏有說 老虎 是帥的 老虎 很帥 然後他有盾 那是綠戰營 對 他應該是打一打 陸地 他不是打一打 他可能飛上太空 不可以的 我覺得他應該是 在陸地的反應 會比太空 會更好 因為他在電視片 一出的時候 就是他一陸地 在地球 在太空上 沒有打 應該是陸地營 他不是放太空營 所以 但是 你看一下 Gundam還有什麼補充 Gundam 其實到這裏 如果是Origin 就補充 那裏 你之後 那麼多的系列 譬如 你 0083 星辰會 是否真的0083 0080 這層 我沒有看過 但我沒有看過 0083 0083是那個 口袋的戰爭 那是另一個 因為PC是另一個 他本身做的那些 小型的Gundam 也做得很好 之後的Gundam 例如 但那些電視片集 我都沒有follow OK 你有沒有follow 我還follow到 Gundam Turnate Gundam Turnate Gundam Turnate Gundam 反而是另一個故事 完全到Turnate Gundam 他說的是黑歷史 即是人類破壞地球 即是說那個生態 他反而有一點 保育性 是另一回事 Turnate Gundam Gundam Double O 你都是在說打仗 都是在說兩批 兩批不可 打仗和政治 他都是來不可 一批新人類 和一批舊人類對打 因為是妒忌 因為是舊人類的妒忌 或者是 人家妒忌 你做了某些事情 起了另一批人 然後人家要反你了 所以就叫大家去打仗 都是說人類的本性 人類本性就對了 另外 你講回Gundam Origin 在日本一出 劇場版一定是在戲院上 他的票房也很好 還有他在萬公出世伙 是差不多一年才出一集 第六集就最緊張了 因為我們看到第五集 之後 然後馬weise一出就馬上得消滑了 他一出就一定都給了他戰艦 我才說 那沒辦法 三倍速攻 三倍攻擊你 這些甚麼都三倍 可以 快餐後來也不是死掉 最後就是 砲 怎麼這麼想啊 這麼快 這麼快 那這些主角機是厲害的嗎 所以這集如果沒有補充的話 這集說到Gindam就差不多了 下一次如果你再看到什麼有趣的高達的資訊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即是高達 或者其他動畫上面的東西 你打算下次講《新世紀》 那一部比較自學性 後期那一部比較深 因為傳聞說其實那個機局不是這樣的 是因為觀眾要求他才刻意寫的 這些就留下 下次再講 如果粉絲有機會看的話 一定要看《Gundam Origin》的動畫 我非常推薦 下次再見 謝謝 拜拜